来自南方都市宝宝宝 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副司长边坐洞 25号在国务院联防联空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说 目前我国每天快递量已经超过两亿件 基本恢复到疫情前的正常水平 下一步要解决好快递远近小区 封闭小区智能快建厢建设 推动快递下乡进村落到实处等问题